试想一下 倘若老婆突然消失不见 身为丈夫 你会作何感想 焦急 痛苦 悲伤 煎熬 可除此之外呢 她一天不回来 一周 一月 一年之后呢 很多时候 人性的黑暗面就藏在潜意识里 平时不会发现 可一旦被放到特殊节点上 便会泛滥成灾 上述的这些 奎姆此时正经历着 在留下一个没有价值的录像之后 老婆被拉 人间蒸发 奎姆虽然报了警 可警方那边的毫无头绪 无时无刻不再折磨着奎姆 让这个痛苦不堪的男子 只得深夜埋醉 在酒吧 奎姆结识了服务员安娜 安娜对这个年轻人好感十足 本以为是就此错过 可没想到 命运却眷顾了二人 醉酒的奎姆因和路人发生口诀被打 见到这一幕后 安娜爱心泛滥 便将她载到了自己家 这一路上 收音机里的音乐 令奎姆兴致勃勃 透过了解 安娜才知道 原来奎姆是名指挥家 也就一瞬间的功夫 安娜迷恋上了对方 一夜过后 奎姆一睁眼就看见安娜 穿着睡衣在面前晃来晃去 瞬间产生了一种不安感 难道昨晚自己呗 想到这些 奎姆错愕不已 她迅速逃离 原地里只留下一脸失望的安娜 其实昨晚两人屁是没有 清白的就像我和隔壁邻居阿霞一样 在工作时 奎姆的状态总不在线 她又返回去 找到安娜 希望给自己的名分跑个说法 这一来二去间 两人关系发生了微妙变化 奎姆决定再进一步 泡妞是需要筹码的 向安娜展示完自己的实力后 安娜无法自拔的爱上了对方 但她也不是个随便的女人 也有尊严和底线 那就是一旦开始交往 当晚必须同房 到了奎姆的别墅 两人一丝不苟的 在镜子前大秀恩爱 还在床上亲亲果果 那场面着实辣眼睛 第二天 安娜醒来后 拿起唤喜事上的牙刷就开始用 或许西班牙人 有互换牙刷的习惯 要不怎么也不想想 为什么是两个牙刷 也不想想有没有人用过 洗水盆的下水管内 发出一阵呼噜 但她还自以为是风声 所以并未在意 洗漱完毕后 安娜开启了别墅逛街模式 可没成想 却吓到了一旁 正在打坐的汉斯 聊表歉意后 转身离去 别墅的平米术 令安娜越光越开心 花园的窃益早餐 也正合她的胃口 可当安娜以为 真命天子就在一旁时 两名警员却找上门来 今日份的警员 是光头和帅狐组合 好巧不巧的是 安娜此前和帅狐 还曾不清不楚过 可这并不重要 两位前来只为贝拉失踪一事 通过调查显示 贝拉没有出境记录 极端的想 她在这座别墅内 也不是不可能 随即 两名警员展开搜查 可在搜查无果后 也就离开了 只留下安娜一脸的疑问 警员来的还真是时候 现在到了奎姆的填坑时间 安娜质问奎姆 贝拉是谁 失踪又是怎么回事 最重要的是 这房子居然尼玛是租的 老娘当即就摆出一副 甩手不干的家事 可奎姆并未慌张 她一五一十 讲述了贝拉失踪的原委 并向安娜展示银行卡余额 这才获得对方的谅解 晚上安娜泡澡时 正惬意之际 猛的感觉浴缸里的水 发生了微妙变化 陈思义想自己并未排气 难道说 安娜越想越怕 吓得她裹着浴巾就冲出来了 此时奎姆感到 还以为这是安娜PUA自己的激情套路 当即就把她抱向了床 随后几天 怪事依旧接二连三发生 淋浴里的水忽冷忽热 还猝不及防地将安娜烫伤 并且 传出的呼噜声也越来越大 就连那只叫汉斯的狗 也一直瞄准着偷窥自己 这一切都令安娜觉得 这座别墅不干净 一日 安娜在地上的凹槽内 找到把钥匙 她想都没想就挂在了脖子上 还对着镜子一顿臭美 此时家中灯光突然熄灭 安娜还听到角落里那 嘻嘻素素的声音 吓得她抄起家伙 战战兢兢开始挪步 可不料脚底大滑 脑袋便静止向钢琴砸去 醒来后 安娜把之前的灵异经过 告诉了奎姆 还将奎姆带到了洗手盆旁 奎姆俯身倾听 却并未察觉到异样 此时 警方那边有了新突破 他们发现了一具烧伤女尸 因为烧伤实在太过严重 需要奎姆进行现场辨认 抵达停尸房的奎姆 今扫了一眼之后 就坚定的告诉警员 这不是贝拉 随后便一脸严肃的回家了 到家后见到安娜 奎姆一把将棋抱在怀里 还劝慰安娜 贝尔已经消失多时 还是让往事随风吧 此话说完 吃男月女搂得更紧了 可安娜不知道的是 那镜子里正有人面目猙獰的 看着他们 贝尔去哪了 奎姆为何总是一脸的小心谨慎 这秘密不成 别急 我们把时间线调到几个月前 从源头开始捋 看那两人脸上的表情 就知道什么叫狼才女貌 那时正值奎姆失业的上升期 为了夫唱夫随 贝尔跟着他搬离原来的小镇 陪着他来到了大城市 租起了别墅 住进了豪宅 房东大婶看上去随和的不得了 还把爱犬汉斯交给贝尔抚养 没事他也会常回来看看汉斯 随着交往紧密 两人成了无话不谈的望年闺蜜 但贝尔遇见的也不都是好事 以前的这一幕 就令在场的所有人都尴尬至极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手拿酒杯 没干好事 这女人是乐团的提琴手 论姿色可能不及贝尔 但论新鲜程度 那就难说了 奎姆经纪人还帮着打原场 可不管怎么说 贝尔弃上心头 发生了这种事 男人可以解释和道歉 女人也可以原谅 但总会在女人心灵深处 埋下一颗刺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颗刺也将越扎越深 听完闺蜜的诉苦 房东知道贝尔正经历着情感的不顺 经验丰富的房东 给他出了个试验 老公忠诚度的搜主意 原来这栋别墅并不简单 里面还暗藏着 专门用于躲难的密室 这密室设施齐全 冬暖夏凉 粮食充足的话 在这里活个十天半个月 一点问题没有 看完密室后 贝尔瞄懂房东意思 房东是要让他钻进密室 再假意称自己失踪 好一探奎姆的反应 可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个惊天秘迹 还是让贝尔玩砸了 录完告别视频后 眼见奎姆已经到家 焦急的贝尔拿起行李箱 就直冲密室 那份狂喜瞬间占据心灵的全部 以至于他遗漏了最重要的事 贝尔这边 正喜滋滋观察着奎姆的反应 他环顾四周了 他焦急不安了 他开始砸门了 他野面哭泣了 老公的反应果然一百分 他已经等不及要冲出去 给奎姆一个爱的抱抱 可此时才发现 那唯一的密室钥匙 被落在外面了 这个密室妙就妙在 外面的声音听得真切 可任由贝尔怎么敲击呐喊 二人就像处在两个世界一样 毫无关联 接下来就开启了现场直播模式 奎姆和安娜两人 对着镜子坐的那点羞羞事 毫无保留地展示出来 活脱脱一个渣男变形剂 观众看得热血喷张 贝尔看得撕心裂肺 这个饱经身体和灵魂双重打击的女人 此刻痛不欲生 与贝尔为伴的 仅有发霉的午餐肉和水龙头里 流出来的可乐 靠着他们 贝尔勉强维持着生命 可无意中贝尔发现 踢脚下的水管 可以在洗手池内形成波纹 可无论他怎么踢 窥母就是看不见 急得贝尔差点 没把牙咬碎 此后 为了报复第三者 他开始利用波纹吓唬安娜 还通过控制水温来烫伤对方 渐渐的 贝尔成了安娜口中的脏东西 一日 安娜望着湖面波纹发呆 她突然灵光一现 猜到了洗手池内 那波纹密码的源头 回去后 她冲洗手池问了几个问题 通过波纹的运动和停止 贝尔 密室 被困 等等一切信息 安娜此刻都了然于胸 可正当安娜拿着钥匙 准备打开书架上的锁时 她却迟疑了 因为她意识到 这扇镜子门被打开后 这里的一切幸福 都将不再属于自己 一句对不起后 她放掉了池内的水 当晚 安娜依旧为白天的事 而夜不能寐 可令她意外的是 就在壁炉旁 抱着汉斯的奎母 竟也表现得心事重重 问她怎么了 也只换回对方的 简单附和几句 奎母心里在想什么 只有她自己知道 时间已久 那与生俱来的道德感 开始影响安娜 她主动向贝尔提问题 可对方却死机般的 没有回应 另一边 她又收到了警员率胡的来信 里面的艾米照片 让安娜当时就明白了 什么叫扎心又扎废 原来奎母一直和提琴手 保持着不正当关系 纵观全篇 她才是人渣中的战斗机 海王里的佼佼者 万念聚会后 安娜决定抛弃复心人 她打开镜子大门 眼前的贝尔 憔退冰冷 活像个死人 就在安娜不知所措时 一瓶子抡下去后 贝尔飞一般的夺门而出 并迅速锁避这扇密室大门 贝尔此刻终于获得了新生 她望着回来的奎母 内心无比凄凉 把钥匙放在床上后 就真的消失不见了 回到家后的奎母 看着床上的钥匙 再看看镜子门前 她拿过相片一瞧 那份爱情 此刻正和自己 说着再见 影片上映后 观众不约而同的 将目光聚焦在奎母身上 争论的焦点在于 她是否知道 贝尔被锁镜中的事实 可以想象 看到网上观众的各属己见 导演会抱以何种笑容 因为此刻 她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影片通过大量的特写镜头 来展示奎母的心理活动 但直到结尾 也没告诉观众明确结论 可其实结果已经非常明显 奎母知道这一切 是毫无疑问的 身为指挥家的她 听力怎么可能不如安娜 还有那整齐 摆放在凹槽里的钥匙 这一切都证明 她是知道贝尔被困一事 接下来 我将试图分析 她的内心轨迹 如有不对之处 弹幕里多多指正 在得知贝尔消失后 奎母的一系列反应 相信都是真实的 可在她反复看过 贝尔留下的视频 并发现了那把 悬挂在贝尔脖子上的钥匙后 奎母的内心发生了变化 她开始厌恶 这个考验自己的女人 并从厌恶转为憎恨 因此 她才会对贝尔的求救 置之不理 才会在镜子面前 和安娜肆无忌惮地牵约 可这只是 她内心表层的心理活动 还有一层潜意识 正在慢慢占据主导 最终形成了主意识 这层主意识 说白了就是男人的花心 她恰好可以利用这次机会 来放飞自我 因为从和提琴手的关系上 就可以看出 她的渣是深入骨髓的 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 尤其对于男性而言 情色问题是一大关爱 色字论记不论心 论心千古无完人 谁都有这层 不足对人道的黑暗面 且难以割除 对于另一半 不必抢索她的心 最可靠的办法 是要不断地强化自己 变被动为主动 这样即便哪天缘分散尽 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天赐良缘 感谢观看本期视频 我是大壮 咱们下期再见